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各位如何无痛转移LINE 包括你跟别人的聊天讯息内容都可以无痛转移 那么今天这个教学仅限于ANJOY转ANJOY 不适用于ANJOY转IOS 请大家要多多包含咯 那么首先呢我们的手机必须要取得最高存距权限也就是ROOT权限 然后还没有ROOT的朋友麻烦你要先去ROOT 那在这里我就不会做ROOT的教学 那其实ROOT很简单 你只要去Google上面打你的手机型号加上ROOT 比如说我是Node3你就打Node3ROOT 你就可以找到ROOT的方法 那不建议使用一件ROOT的软体 三星的话你就用Odin刷入这个ROOT的档就可以了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咯 首先呢我们到Play商店里面找台北份 看到第一个台北份我们把它安装起来 然后打开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LINE的原理好了 假如说你有LINE的备份档 你在别的装置上还原它 一进去之后呢 它是会直接显示你的装置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说它会直接跳LINE以停止 然后你的LINE根本连用都不能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他们的辨识机制是看你的Android ID 所以说你的Android ID只要换 不管是你是备份档还原回去 它只要真知道你Android ID不是之前那个 它就是不会让你进去 那么首先我们要用台北份 简单的备份这个Android ID 我们进去这个上面搜寻这个设定储存空间 然后呢按一下搜寻之后看到这一个 我们把它备份起来 然后呢备份之后呢 我先按一下备份 好备份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档 那不要在这边按还原 那你要记得是在旧有的装置上备份 而不是在新的装置上面备份哦 那再来我们搜寻LINE 好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备份 这是我之前备份的 那也是一样按一下备份之后 备份好这边下面就会出现一个了 那再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备份档 记得要备份好要存起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进去这个主光燃表里面的偏好设定 里面会写备份之要夹位置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备份非常多东西了 你可以先把备份位置设定在 呃你想要备份的地方 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路径在哪里 你要自己把这个档保存好 不然找不到就完蛋咯 那我们刚刚都 教续好备份这个LINE 跟我们的设定储存空间 那其实设定储存空间 备份不只备份ANGEL ID 所以千万不要在刚刚那个地方按下还原 好的我们也是一样进到主功燃表里面 拉到底按管理ANGEL ID 从备份中还原ANGEL ID 然后我们就点击 然后因为我这是旧的装置所以 说就不用还原ANGEL ID 那基本上你要把这个档案呢 传送到你的新的装置里面 然后在新的装置的主功能表里面 按管理ANGEL ID 从备份中还原ANGEL ID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说确定要还原ANGEL ID 你就按确认 然后就让它动手 然后动完手之后 它重开机 进入TiPhone之后 它也是会出现一个简直讯息说 你的ANGEL ID已经被改变了 要不要改回来 那就不用改回来了 那之后呢 我们再按下这个Lite的备份 然后把它还原 记得要按应用程式与资料 然后还原之后呢 就会变成了你旧手机的Lite的所有画面 然后这样子就结束了 那是不是很简单很明了呢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步骤比较困难的 就是要取得Root的前线 那因为各家厂商 你大概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厂商 基本上Root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很难一个一个去做解释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就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就今天帮你解释咯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现在影片就到这样咯 拜拜